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双手缓慢并拢 飞行器平飞靠近 最近可到两米 跟随模式 在会拍模式中将手掌放下 飞行器会自动进入跟随模式 此时机头指示灯显示绿灯常亮 您可以通过APP选择普通跟随或平行跟随两种模式 跟随过程中您也可以掌控调整飞行器的位置和距离 手势拍照 在飞行器前方7米内做出拍照手势 飞行器将开始3秒拍照倒计时 倒计时前2秒 机头指示灯为红灯慢闪 最后1秒为红灯快闪 拍照时指示灯熄灭 集体照 当画面中出现多个拍照手势时 将会触发集体照功能 此时飞行器会在当前位置拍摄一张照片 然后飞到距离用户5米远处 并上升以抚养角度30度的位置拍摄一张照片 最后飞到距离人物7米远处 并上升以抚养角度15度的位置拍摄一张照片 三张照片拍摄完成后 飞行器将自动飞回初始位置 手势录像 在飞行器前方7米内做出录像手势 飞行器开始录像 录像时机头指示灯熄灭 开始录像5秒后再次做录像手势 即可结束录像 切换控制者 会拍模式支持随时切换控制者 让您的飞行聚会拥有更多欢乐 切换时 当前控制者只需将手放下 新控制者在飞行器前方举起手掌 等待飞行器识别 切换成功后 机头指示灯将变为绿灯漫闪 手势降落 手势控制飞行器降到最低处 手掌保持下压姿势约3秒钟 飞行器将自动降落并停止电机 此时机头指示灯变为黄灯常亮 重新进入等待状态 下一集我们将为您介绍 与Mavic Air的高级辅助飞行功能 如您在使用中遇到任何疑问 欢迎微信搜索并关注 大江福公众号 在线获取技术支持 感谢您的观看